來時期 怎麼樣看 現在當然水果的這個 日報的這個民調已經出現了 那到底要不要相信呢 如韓國瑜所講 那就是不要相信 那不要相信的結果 那要參考什麼呢 還是要如這個韓粉所說 把這個小英 把中華電信講得這麼樣神通廣大 我覺得從民調這個場域撤手 這是韓正營犯的一個極大的錯誤 儘管韓正營內部的發言人 覺得有發言人覺得 哇好聰明哦 這真是一個奇招 可是其實他顯示就是說 韓國瑜對於自己的民調 不斷呈現越拉越大的差距 其實他是全面撤手的 他大概也知道說 很難在這一塊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重新 重新往上升這樣子的可能性 所以就直接否定所有民調 通通都是假的東西 你們大家通通都不要信 你們乾脆去支持蔡英文好了 那這會造成什麼效果 就是說我知道國民黨中央的中常委 有好幾位中常委覺得非常火大 為什麼 是因為這一招其實會連帶影響到區域立委的選情 當你的差距顯示出來是越拉越大 越拉越大的狀況底下 他會連帶影響到其他的小雞 所以當這個民眾看到說哇 距離拉成差距大成這個樣子 然後並沒有辦法藉由我的一票 而扭轉到整個選情的時候 他們不願意出門投票的可能性就會越高 這就有點像四年前 就是四年前很多民眾是藍營的支持者 其實對於國民黨就不想出門投票 所以那使得不投票變成一個很大宗的人口的時候 國民黨就會大輸 那特別是在這一次 如果是在區域立委的選情 如果是五五波競爭比較拉鋸的這種選區當中 我覺得韓國瑜的這一招會死的這些拉鋸中的國民黨立委 通通死 拳倒 也就是說母雞你其實應該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語意 然後或者是你要造那個事 或者是你要你要做什麼樣子 琴跑 然後去拉抬這些小雞 可是當你母雞直接說我棄手 你們去支持蔡英文 這些全都假的 這些都假的 不要信 的時候 整個氣勢造不出來 你氣勢造不出來 你當然連影響到這些小雞 這也是為什麼韓國瑜的行程 坦白說比較偏少 那其實朱立倫扮演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母雞補強的角色 朱立倫的行程 其實各個地方的候選人 去敲朱立倫行程 其實敲的還蠻熱烈的啦 甚至去敲侯友宜的行程 也就是說 當母雞沒辦法照顧小雞的時候 小雞會要求生 他會去外面找其他的母雞 雞自顧不下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用的這一招 就是完全的瞎招 亂搞 瞎招 對很瞎 他會使得整個國民黨的這個選情 都會因為這樣子的招數 然後通通都會吃憋 這件事情我覺得應該要嚴肅以對 國民黨應該要嚴肅以對